歡迎回到新聞大追集的節目現場 如果想要省電省錢的話 當然要先從這個節能的概念 來下手 不過市面上 看到節能的家電 環保的家電這麼多琳琅滿目 觀眾朋友也會覺得 無沙沙 灰沙沙 我到底要怎麼來挑選呢 宜柔相信你現在是一個家庭主婦 是一個媽媽 你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去大賣場走一圈 你要買什麼樣的商品 其實真的那個選擇很多 那你覺得一般的民眾 一般的觀眾 他們在挑選這樣的一個節能家電 最主要的考量是什麼 價格嗎 其實我覺得 當然價格一定也是考量的 這個其中之一 但是像我現在在買 如果以這種很大型的 我覺得我會分 比如說大型的像冷氣 可能一裝就是五年 十年 才有可能去做更換的話 第一我會選的 當然就是現在大家講的 可能有變頻啦 有節能的效果啦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也會把品牌列入考慮 就是會選一些比較大的 比較知名的品牌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 會再把外型列進來 我覺得外型它不會放在第一 可是我覺得主要還是講到說 可以幫大家省錢的這部分 因為我曾經就是以前有裝過 可能比較不知名的品牌 可是冷氣它可能吹個兩年而已喔 你就會覺得分離式冷氣 好像不是那麼冷了 不涼了 或是那麼冷 那不是壞掉嗎 也不是好 那就只好請人家來看 來看了之後他就說 可能是冷媒不夠了 那換了一下 那換了冷媒之後呢 你好像吹起來又覺得 還是沒有以前那麼涼 那你是要把冷氣換掉嗎 換掉你可能又是要 重新再買一台 而且明明才剛買兩年而已 對 所以後來我就會覺得說 像這樣子一個比較大型 可以用到比較久的 我就寧可選一個品質比較好的 然後真的可以幫你省到 因為像現在大家都推便頻嘛 便頻就是所謂它可以 幫你去調節那個溫度 那比如說像我們白天可能很熱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用吹到這麼冷 它就可以去做一個調節 我覺得相對之下 是真的可以省到錢 對 然後如果是比較小的家電的話 我就可能會覺得說 看用的機率 或是它的頻率高不高 就也許說不定便宜的也OK 對 頻率不高的 可能可以買點便宜的 常常在使用品質要保證 或者是季節性很強的 有比如說像那個 像現在冬天嘛 對不對 滷素燈有沒有 有時候以前大家 或者是什麼葉片式電暖爐 這種東西可能我覺得 它如果很季節性 然後使用可能 可能一年下來 只有兩個月是比較頻繁使用 可能也許就 可能不要挑到最好的 有時候如果在省錢這方面的話 可能會這樣想 是 總經理現在 這個以柔剛剛說出了 一般這個消費者他的心聲 因為現在消費者 算盤也打得很精 他們不一定真的會一開始買 我就要買很便宜的 他可能會買一些刀架 這個單價高一點 可是功能性會比較齊全 或者說在節能的方面 它是這個功能是存在的 但是就像剛剛我問的問題 現在走到大賣場去 我發現這麼多品牌 這麼多的產品 那節能這樣的一個觀念 要怎麼樣從這個購買的時候 就要來判別出來呢 也就是說 總經理 如果我現在要去買一個 這樣的一個節能家電 有沒有哪些標章 哪一些標示 我可能要特別來注意呢 好的 是的 那現在在家電裡面 冷氣機這個項目呢 所佔的比例是最高 大部分它差不多是50%的電力 尤其在夏天都用在冷氣機 其實現在冬天也很好 因為冬天要乾暖氣 沒有 紅衣機 小孩子他你就會覺得說 怕小孩子冷到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室內空氣很冰冷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已經不只是用冷氣 我覺得連暖氣 對 冷暖氣 因為好像變頻 都會做冷暖的搭配 所以冷暖氣 其實耗電量最大的 那現在就是 我們不叫冷氣機 叫空調 空調 那現在我們叫空調機 那也就是說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一年四季呢 差不多一年12個月裡面 有10個月在用到我們這空調 包含是冷氣機跟暖氣機 那當然現在這個冷暖氣機呢 品牌的相當多 那當然我們要採購的時候 第一個要像假如是節省的 在這個節省這個因素之下 我們貼在這個商品表面的 因為這個商品他不會跟你講說 我最省電 那只有從他的這種一些標籤 那這些標籤並不是自己 廠商能夠自己貼的 你必須向政府來申請貼的這個標籤 那有兩個標籤 第一個標籤就是我們的節人標章 這個節人標章就是說 你這個商品達到節人的 這個基準的效果 然後放發出來的 這個節人標章 有這個節人標章 表示出這個商品 已經達到節人的一些基準 那第二個就是這邊所寫的 我們是極速的 人員極速的分級標章 那分級標章這邊從1到5 那就是說從1級的也節省 我們要把這個商品拿到我們的檢驗單位去 然後去核定 你這是1級2級3級4級 那1級的話就是最節省 那1級到4級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1級到4級呢 依照我們這個實測 它1級到4級它的差距有20% 也就是20%的 你知道買1級到買4級有20%的 這種省電的一個效果 省電效果真的都差很大 所以這樣的話 因為尤其是空調機冷暖氣機 消耗電力這麼大 擁有的時間這麼長 那有些家庭 現在以前是每個家庭一台 現在每一室一台 每個房間都要裝一台 所以當然是這人員的是1級的人員 我們價錢可能差不了多少 但是你把今年到5年10年計算起來的話 你可以幾乎可以再買一台的這個冷暖氣機 真的是積少成多 那是啊 那接下來要請教老師 老師其實剛剛這個總經理幫我們 帶出來這個節能 這一個效率的一個標示 雖然我們剛剛提到說 級數是越小越好 就是說你買到1級 跟買到4級 當然是要選擇1級 對 其他二氧化碳排放的比較少 對環境比較友善 但是除了我們參考這樣的一個 節能一個標示之外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附加價值 我們也要考量進來在購買這個家電的時候 有啊 因為它其實我們不要以為說 它是級數越小 價錢就越便宜 越省電 也未必 因為其實一個電器裡面 除了省電的部分以外 它還有其他的功能 有的可能是 譬如說你洗衣機的話 它可能還有烘衣 電燈的話 可能還有段數不同 那如果你是買熱水瓶 也有不同的 可能它可以分保溫 微電腦顯示 對 然後 它可以以前就是只有98度保溫 那現在可能85度保溫 就是說它的功能都不一樣 功能越多的 當然價錢也會因而提高 所以大家在買的時候 除了看省電以外呢 你還要看一下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不太常用那些功能 你不考慮的話 當然買的時候 就會價錢比較便宜 嗯 是 那其實喔 談到了這個 這一兩段節目 我們最重要就是要教大家 如何在這個家電上面 來省電 來省錢 接下來就要來請教的是 總經理 我剛剛已經有看完 這個能源效率的 這樣的一個表 極速越小是越好 但是如果真的有 這樣的一個好產品出來的話 你的正確使用方法 其實也很重要 現在大家就覺得說 好 夏天吹冷氣的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可能要灑水 但是總經理說 這不正確 剛剛雨柔還告訴我 有些人會往自己身上灑水 這真的是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太熱的時候 然後你又想要 就是冷氣不要開到這麼冷 然後也許開個25 6度 又覺得不夠涼 你知道噴水 然後再搭配那個電風篩 一直吹你就會覺得 我是提供一個方法 折衷一下 你要灑水 灑自己身上的時候 就用濕毛巾擦一擦 尤其外面有人 家人從外面回來 好 那在家裡頭 已經吹涼涼了 你就覺得這溫度不錯 可是外面一進來 滿頭大汗 他就覺得這個不夠 馬上溫度先降兩度再說 是 所以擦個臉 就馬上降溫 但是總經理覺得 所以說有更好的方法 大家為什麼要灑水 感覺好原始 如果你現在 你開這個空調 就所謂的冷氣機 你如果加上一個 好的電扇的話 總經理有用數字 繼續要來說服大家 這樣可以省下更多的錢 更多的電對不對 是的 是 那灑水了 我是好像我們 這個有很多汗 然後泡泡水 這個是 只是說 暫時的一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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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的一個感覺而已 那其實這個 我們房間裡面溫度 是不會降低的 那也是暫時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灑水 就是說不開這種冷暖氣機呢 就是要省電 那假如說我們在使用方法 如果達到這種我們所要節省 要求的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用使用的一些 倒計來輔助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要使這個 空氣裡面的溫度能夠晶圓 那晶圓的就是我們 每一個角落都感覺到 我們很舒適感 是啊 我想這個是重要的 那假如說 我們用這一台冷氣還有軟氣 也好 再加上我們一台電風扇 能夠把這空氣中的 能夠流動 那就產生每一個角落的 很均溫的話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再講說 用電風扇不是要增加電嗎 那現在是一個餘溫 但是現在有一個商品 叫做直流的電風扇 那直流跟交流的電風扇 它的電力的差了差不多一倍 也就是節省一半 在節省一半裡面 用最低速的 因為我們吹冷氣機的時候 不要太大的這種風力嘛 我們就可以用微風 那更節省 它在使用的只有2.5瓦的電力 2.5瓦到底是多少呢 你一天用12小時 你用了一個月 你則用一度電 一天多少錢 三塊錢 三塊錢會讓你用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能產生每一天都很舒適的 非常舒適的這種溫度 很感覺溫度 比灑水來得更好不少 就是說功欲善其事 必先逆其器對不對 總經理就是要提點大家 你這工具真的要用 對 不要再用那種 原始的灑水方式 當然你在挑選家電的時候 除了要選擇可以節能的 這樣一個效果之外 你要考量是不是符合 台灣人來使用 是不是符合您的生活習慣呢 下一段節目 我們就來看看 有沒有哪一些家電 是適合台灣人生活習慣的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